Hello, 大家好 在這個疫情中, 我想大部分人都留在家裡 你們會做什麼? 我發現多了人問投資的事 這也是一個好的消息 在房間下面這三個工具 我想就大家經常聽見 分別, 大家很多時候都說買股票 還是買債券 還是基金 我嘗試一下, 今天就跟大家說這三個分別 很多人說買股票很高風險 不如買債券 有人說買債券, 不如買基金 不用理會 那這三個分別, 哪個好, 哪個特別差 我沒有好和壞 我今天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其實買股票 就等於你買了一間公司的經營 因為你是直接成為它的股東 那你做你的股東 那你就自然關心這間公司是賺錢 只是賺錢的 那為什麼人說買股票很高風險 因為你是直接買了一間公司 無論它賺錢你當然是開心 它虧錢 那所以你的風險就來自於你太單一了 你的錢就決定在一間公司的賺和虧 那所以股票就是直接經營一間公司 那其次 第二呢 就是有人說 債券 那債券就不同 債券 你只是買了一間公司 它出了一個收據 或者一個證據 或者一個回報 是定了 譬如它決定了 是5%或者6% 它到期日 就要給我們 例如我們經常聽一個 叫做國庫債券 如果大家對債券不太了解 可以看回我上一條片 有講過債券的評級 那些人說債券是比股票低風險的 但又不一定的 所以我問你 譬如我買了騰訊的股票 還有你只是買你街口轉角位的茶餐廳的債券 你覺得哪間高風險一點 哪個高風險一點 那當然是這個茶餐廳的債券 是高風險一點的 所以其實高和低風險 就不能夠說 股票給債券是高風險的 因為都要視乎你買了哪一隻股票 以及買了哪一隻的債券 那如果你能夠理解這兩樣東西 那基金呢 你就可以理解它為中間 因為基金呢 就是依法務集載投資者的錢 放在一個機構裡面 而那個機構裡面 就有很多人員幫你管理 包括我們很多經常聽到的基金經理 他們有一個團隊 就去專門研究 買哪一些股票 以及買哪一些債券 通常一買基金 就不會買一隻股票 一隻債券 就一男子 買了可能20隻 30隻 甚至40隻 全球的股票 或者債券 舉個例 全球最厲害的基金公司 叫做貝萊德 貝萊德公司 它管理的資產呢 是超過7.4兆的資金 直至2019年12月 但大家知不知道 中國的外戶儲備是多少錢 中國的外戶儲備呢 是3.1兆 換句話來說 貝萊德是在管超過2個中國的錢 超過2個外戶儲備的錢 所以基金公司 絕對是一個大戶 基金公司 都會投資在不同的股票 例如你在有幫這隻股票 就在股權那裡 你就會看到 它們持有一定的百分比 說到基金了 如果我想跟你說 巴菲特大家都認識 如果有一隻基金 是巴菲特幫你去買和買 你會不會特別有信心呢 有興趣想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私底下留言 或者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私人回覆你 究竟巴菲特是持有了什麼股票呢 甚至你付錢去 有一間什麼公司 巴菲特是會幫你做投資呢 那就實務就計啦 所以講義來說 股票的確是最高風險的 而基金屬於兩者的中間 而債券是相對低風險的 當然每一隻投資工具 不要說最好或最差 視乎你最適合現在的資金 現在的家庭狀況 最適合買哪一種投資工具 希望今次的視頻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 就可以訂閱我